第一天的波多尔酒香之行 是睡到自然醒 然后悠悠晃晃的开车到城中心 早上的第一个景点 是去看一个当地的教堂 教堂看起来庄严 可是外观已经破旧不堪 加上曾经火灾过满面沧桑 教堂的广场前一大片卖二手货的人潮非常多 但是当我们进到教堂里面 那破旧的教堂聚会的人稀少 让我想到圣经上说的 耶稣在教堂内外去赶那些做满卖的人 古今的人真是跑出一车 下午去了一个2015年新开的葡萄酒博物馆 设计新颖颇有巧思 我觉得蛮有看头的 他们利用各种不同的玻璃器 涂放出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味道 教你了解葡萄酒各式不同的风味 并且用触感和衣服的纸料来形容葡萄酒的特性 来到博多当然是要来这边的酒箱看看 Saint-Emilion 它是距离不远的一个很有名的酒箱 它更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古镇 是中世纪朝圣道路必经之地 有一个从十二世纪就开始挖掘的地下教堂 周边的商圈从此发展成一个 充满艺术人文精神的古镇 一个接一个精致的小店 和酒庄的展售店 各个装饰的集聚特色 为要吸引顾客的青彩 在法国似乎美酒艺术和文学创作 总是分不开的 选择来Garhaut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十三世纪建造的石桥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它由六个石柱架和两个塔 以及一个拱门设计而成 远观和近看都很好看 雄尾中带着柔和高雅的气质 屹立在河上 市中心一贯有一个古老的教堂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商店和餐馆 其中总有些设计和美的个性小变 让人驻足拍照 下午我们来到Sanset-Lapoppy 这个小镇真是美得叫人流连忘返 它是坐立在一个大片岩石上 一个非常小的古镇 大部分的房屋都保存着中世纪时候的模样 加以整修后 那迷人的原石街道 即装饰的古朴自然的小店 让它获得2012年法国最受欢迎的小镇 我们运气还算不错 虽然刚到的时候 下着不小的雨 后来也放晴了 总算也拍到了几张阳光灿烂的照片 旅游中心相较于这个古镇 算是比较新隐现代的一个 那边去拜访的时候 才知道这个古镇只剩下15个人住在里面 大部分的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地方 只是来这边生意 或者是从长辈寄成房子后 偶尔来度个假而已 这个古镇很小 闲逛两个小时就差不多逛完了 于是我们继续开往天空之城 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地方 到达我们入住的民宿的时候 已经接近黄昏了 进城前远远看到 真的就像一座空中之城 因为云城围绕在它的周围 露出山城的上半部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是淡季 所以整个小镇没有太多游客 逛起来真的是有一种时光 回到中世纪那种感觉 听一个店家说八月份的时候 这里可是挤得水泄不通呢 这个古城和昨天的 Sonce la Bobbie都曾获选 法国最受欢迎的小镇 一路上法国南方的那种 宁静田园实在是美 常常都是开在一项绿色隧道的 绿荫小镜上 如果把昨天看的Sonce la Bobbie 比喻成婉约贤淑的侍女 那今天看的Albie 这是一个英雄气魄十足的绅士 他的地标是一个 完全用红砖砌成的教堂 La cathedrale Saint-Cécile 雄伟的手立在市中心 仿佛告诉世人 他辉煌的历史 不会被时间所遗忘 Gagason有2500年的历史 他曾经被各个不同的民族占据过 有罗马人也有十四军人 他的特点在于他是有三公里长 而且是双城围墙 52个塔所连成的堡垒 从西元第三世纪就开始有 高如人在这边驻扎 接着罗马人再把他强化成一个军事重镇 接下来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统治者 也陆续对这个城堡 有一些延伸和修建 沿着他的外墙走一圈 的确好像身处中世纪那种感觉 在这边的市中心附近广场 我们运气不错 碰上他们一年一度的品酒盛会 所以我们也坐在广场上 喝个小酒 享受一下现场演唱的音乐 融入当地人的活动 今天的行程很轻松 早上在这边最有名的运河 Gana du Midi 广化 然后我们决定再来找一个酒庄品酒 结果选到这一家 去的之后 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 那个经理蛮好的 为我们开了一个私人的品酒 一个人才五欧元 更棒的是他们有自己的餐厅 所以我们品完酒 就决定在那边用餐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酒庄 餐厅这么厉害 这一餐大概是我们 在南方最好吃的一餐 摆盘又漂亮 简直是米其林的水准 而且价钱很便宜 Doulouse是法国第四大城市 也是法国空巴制造工厂所在地 虽然是大城市 但不会让人感受到 那种都市的拥挤和压迫感 从停车场出来 迎面而来的是宽广的马路 走在它的市中心 则有现状型的小路 延伸到不同的区域 这些放射状延伸出去的小路 充满各式各样的餐馆 小吃还有银饭 当然也伴随着 当地的马逊王特的西海 白天在服务馆和教堂 把我Doulouse的历史而鼓起后 晚上我们选择就在广场中心的米其林推荐餐厅 享受南法传统美食 然后漫步市中心来结束这次的旅行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